各位年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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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所要研讨的主题是 淨土宗的特色 每一宗每一派 都有它的特色 所谓特色 就是这一宗派的特质 亦都是和其他宗派不同的地方 佛法 固然都是佛陀所讲的 但是 佛陀应机说法 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传到中国 祖师大德根据众生的根基 将佛陀所讲的教法分盘 而形成各宗各派 因此 各宗各派 都有各自不同于 其他宗派的本质 这个就是他的本宗特色 这个就是他的本宗特色 主性的地方 都在这四句话里面 本宗清明 我们这个法门 是本宗的法门 是哪一尊佛菩萨的本宗呢 当然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发下四十八大愿 愿愿各有不同的愿名 有不同的内容 为什么说本愿只是清明呢 善道大师用三段法语来解释 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十八愿 很直接明瞭地指出 清明这两个字 第十八愿是我们这个法门的根源 是阿弥陀佛的生命 也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先合掌念一次 切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至深信乐 欲生我各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畏趣五亿 诽谤正法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根本愿 本愿王 就是第十八愿 四十八愿中 每一愿每一愿 都是为了服务第十八愿 每一愿每一愿 最后都归入第十八愿 善道大师有很多解释 第十八愿的法语 所以我曾经另外篇一本 善道大师语录 将善道大师解释 第十八愿的法语 排列在最前面 现在我们来看善道大师 官经四帖朔圆二分 对第十八愿是怎样解释的 善道大师说 法藏比丘法四十八大愿 一一愿言 若我得佛 十方众生 清我名号 愿生我各 下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善道大师以这二十八个字 来解释四十八愿 同时 也都以这二十八个字来涵盖 统领整个四十八愿 所以说 法藏比丘 法四十八愿 一一愿言 本来四十八愿各有不同的内涵 例如 第一愿是 无三恶随愿 阿弥陀佛 成佛之后 绝对世界是没有三恶道的 阿弥陀经说 比佛各土 无三恶道 尚无恶道之名 何况有实 无三恶道 连那个名称都没有 何况 哪有那个实体呢 目的 就是让我们 往生到一个 是没有三恶道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 娑婆世界有三恶道 而且 起心动念 都在做作 三恶道的孽恩 将来 必定堕落三恶道 所以 对我们来说 最恐怖的 就是三恶道 如果 极乐世界有三恶道的话 我们会非常畏惧 因为 我们怕会堕落 而不敢求生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大智大慰 直到我们众生 最恐惧的是三恶道 最需要的是 是无三恶道 所以 将 无三恶道这个愿 放在最前面 让我们知道 极乐世界是无三恶道 大家应该要放心 这样求生极乐世界 由此可知 第一愿 无三恶随愿 目的就是引动我们往生 这样引动我们往生的愿在哪里呢 就是在第十八愿 所以说一一愿言 然后就以第十八愿 来解释 每一个愿 第二愿 北京岳翠愿 也是一样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已经脱离三恶道的轮回了 到了极乐世界 我们的心 就会开阔 心量就会广大 自然就会怨亲平等 自他一体 想到十方世界 去救度众生 阿弥陀佛 也都以第二愿 来保证说 你即使日后 离开了极乐世界 也都不可能 再堕落三恶道 由此我们知道 凡夫只有堕落三恶道的份 想要以凡夫之身 来广道众生 是不可能的 但是 如果往生极乐世界 再度假持行的话 就没有堕落的恐惧 所以 众生的第一要务 是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而第二愿 亦都是给我们 恩慕极乐世界 不再经过三恶道 而念佛 花愿往生 第三愿是 色佳金色愿 第四愿是 无有好丑愿 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外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巨足 金色身 亦都是指磨金身 而且是 没有好丑的分别 無量寿 无量寿经说 阿弥陀佛一样 妙相极圆满 不是说阿弥陀佛 或者教祖 往生的菩萨 他们的身上 比较壮严 而我们是 凡夫 比较 慈往生 所以身上 就比较 差一点 不会这样的 这个就是 阿弥陀佛 是一个 怨亲平等的地方 看到第三愿 第四愿 就令人非常恩慕 而想往生 那要怎样才能够往生呢 就是 发愿原生 专称佛明 所以 第三愿 第四愿 亦都是为了第十八愿而施切的 如果是没有这个愿的话 我们就会觉得 极乐世界还有缺陷 还不够圆满 那我们再向其他地方找一下看看 但十方世界 还有哪个世界比极乐世界 更殊性 清淨莊严呢 阿弥陀佛 就是知道众生的 希望 才用五劫的时间 思维出四十八大愿 将大宇宙之中最清淨殊性 最庄严美好的 都规划在里面 然后经过少宰永劫 即直菩萨无量得行 才完成这个四十八大愿 其实 生 老 病 死 是沒有貪親癡 離開六道輪迴 當然不會有三惡道 不會生有好丑 等等 只是為了 給眾生知道 阿彌陀佛的本願救度 第十八願 所以就一願一願 一步一步的來展現 給眾生恩務 總的來講 往生結落世界 就如 第十一願講 入證定罪 必至滅道 第22願講 超出常倫 諸地之行 現前收集 普賢之德 也就是說 往生 就進入涅盤 進入涅盤 就是聖佛 聖佛 聖佛 就一定會 度假慈行 來港度眾生 度假慈行 港度眾生的那種 功能 力用 叫做收集 普賢之德 這個普賢 不是指 佛經上的那位 普賢菩薩 普賢菩薩是恩地的 我們仍是 還相的 往生論著說 還相者 生彼土耳 德赦摩托 皮婆赦羅 方便力成就 回入 生死 酬臨 教化 一切眾生 貢向佛道 所以 七十八大願 就是在 引渡眾生要 清我名號 願生我國 因此 善道大師在解釋 寫十八願的時候 就以第十八願來解釋 而講 若我得佛 十方眾生 清我名號 願生我國 下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取正國 本來第十八願就講 撤我得佛 十方眾生 自心信樂 欲生我國 乃至十年 但是善道大師將 自心信樂 改為清我名號 表示所謂的 自心信樂 是信什麼呢 是信 清我名號 就必定 和生 所以善道大師 就直接了當 以清我名號 來代替 自心信樂 讓我們一看就知道 原來這裡的自心信樂 是信 清我名號 願生我國 和 而且 下至十年 就必定 皇生 善道大師 這樣解釋第十八願 是歷代祖師大德之中 最簡節 惡要 明了的 絲毫 都不模糊的 給我們 一目了然 不理會有智慧 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一看就明白 所以 我們要了解第十八願 其實 是不必要去看其他人的解說 因為 因為善道大師對第十八願 就已經有非常明確的解釋 其他人解釋 就不一定 會和善道大師一樣 那麼清楚明了 還有 其他人註解第十八願 如果是沒有引用到善道大師的思想 表示他對正土門的了解 還是不足的 或者是不知道有善道大師 對這一方面的解說 如果有人解釋第十八願 和善道大師的解說是不一樣的話 那就不是我們這個法門的 當然 就捨而不取 不需要也都不應該去看那一類的書 善道大師對四十八願 尤其是對第十八願的解釋 最主要 最明瞭的 就是剛剛所講的 讓我得佛 十方眾生 清我名號 願生我覺 下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 這二十八個字 非常清楚明了 就好像白話文一樣 要往生結落世界 只要清念 彌陀名號 清念彌陀的名號 是往生的正恩 為此一真實 無二亦無三 所以 第十八願講什麼 講清我名號 是沒有講三學 六道萬行 這樣講的意思 並不是講 要捨棄三學 六道萬行 或者是不應該去學三學 六道萬行 不是這樣的 是講 以往生的正恩來講 就是 唯有清明 至於 是出家中 是在家中 或 在士龍工商之中 就應該以他 原來的身份 在他的崗位上 善盡自己的職責 這是做人的本分 只是講 善盡職責 並不是往生的正恩 往生的正恩是 只要清明 就百分之百 圓圓滿滿地 巨足 要往生結落世界 要離開梭婆世界 要往生之後快速成佛 都只要清明念佛 因為 這句 迷陀明號 是 萬德鴻明 三藏十二部經的精華 功德 都在這句名號裏面 偶益大師有一句法意講 六字鴻明 真法界 不須方便 自橫超 六字鴻明 六字鴻明 就是 南無阿彌陀佛 真法界 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涅盤的境界 所以 往生成佛 只要尊稱 彼陀佛 佛命 是不須假借其他的方便 自然能夠橫超 橫超十信 十住 十行 十會向 十地的街位 就像台北的 101大樓 如果一層一層 爬上去的話 這樣要有足夠的時間 而且要有相當的體力 但是 好像老人家 心臟病 腳不方便 或者身體有缺陷 就不能夠爬了 所以要從一樓 去到最頂樓 如果是靠自己的力量 有些上得去 有些上不了 但是如果坐直達電梯 輸一下 就從最低的一層 到最高的一層 這個就是 不假方便 自橫超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假借電梯 踏上電梯 它自然就往上升了 所以 我們只要依靠 南無阿彌陀佛 這六次鴻明的電梯 就不假方便 自橫超 當然 每一個人的根基 各不一樣的 興趣也不一樣 有些人認為自己有體力 不需要靠電梯 要靠自己的力量爬 不過爬這個101大樓 還可以 但是要到極樂世界是不行的 到極樂世界的方法 只能夠靠直達電梯 就是南無阿彌陀佛 這一步快速直達的電梯 你不靠六次鴻明的電梯 你要靠智力迴向 能夠往生嗎 亦都能往生 因為阿彌陀佛大慈大悲 他亦都用方便來接引你 就是第十九月 你靠智力修行迴向 阿彌陀佛亦都說 好 我們迎接你 和你保證 因為他就是這種根基 但是 到了極樂世界 就會先處在胎宮裏面 要經過一段 相當時間 才能夠花開見佛 這一部分的教理就比較微細 阿彌陀佛的第十八願 主要在這裡說 清我名號 為什麼要清他的名號呢 第一 清明 是第十八願之中 最基礎 最主要的 第二 明體一遇 意正一遇 所以 依部 正部 明號 都是一體的 我們要到阿彌陀佛的國土 當然要依靠阿彌陀佛本身 依靠阿彌陀佛本身 就是依第十八願所講的 請念彌陀佛佛命 這個合乎他自然的功能 善良大師說 與佛本願 得相應故 自自然然的 有什麼因就得什麼果 如果是第十九願 就是靠自己 發菩提心 修諸功德 然後智深發願 欲生我過 這一種根基等於 不是完全靠阿彌陀佛 是靠他自己 靠自己的修行 再怎樣的 發菩提心 修諸功德 還是有漏的 不是無漏的 即使是降伏了煩惱 降伏了妄想雜念 有事不定的功夫 能夠出入牆壁 能夠在天上飛行 死了之後 能夠生到色界天 乃至無色界天的 飛上飛飛上 觸天 但是 還沒有脫離六道 葉原到時 還會墮落三岳 在幾十年前 印度有一位叫 要塞巴巴的人 他有一種類似神通的特異功能 手藝空中一握 要什麼東西呢 就可以握到什麼東西 很多人好奇 都明明包機過去 不過 當然 有人說是真的 有人說是假的 但是 不理是真 是假 其實人 只要有閃定的功夫 就能夠有這樣一種的本領 只要對他來說 只是雕從小機 但這樣有究竟嗎 沒有究竟的 死了之後 還在六道裏面 即使是沒有 當生墮三岳道 但是 未來 必定也都會墮三岳道 因為 是沒有來開六道輪迴 所以 印剛大師就說了 輪迴未出 生死未了 危險太大 我們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了脫生死 脫離輪迴 輪迴未出 就一定會墮落 另外 善道大師在觀念法門 也有對第十八願解釋的法語 總共有三十二個字 若我成佛 十方眾生 願生我覺 清我命治 下至十星 成我願力 若不生者 不除正確 這裏的解釋 也都是 清我命治 也都點出清明 兩個字 除了清明以外 是沒有其他的功行 這三十二個字 亦都握要明瞭 這樣說明了本願的意下 本願 主要是指第十八願 第十八願講什麼呢 講清明 我們只要清念 彌陀佛命 就是往生的正恩 就必定往生 這個就是第十八願所講的 若不生者 不除正確 阿彌陀佛 是怎樣 給我們往生的呢 那個是阿彌陀佛的事情 總之 我們只要 信信彌陀的第十八願 願生我覺 專稱佛命 時間到了 自然就能夠往生 不是好像第十九願 第十九願是阿彌陀佛成佛了 然後 跟他保證講 你發菩提心 修諸功德 至深化願要來我的國土 受終的時候 我一定來迎接你 是阿彌陀佛成佛了 然後顯然來迎接他 但是第十八願 是一對一的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針對十方眾生 十方眾生針對阿彌陀佛 你不往生 我不成佛 我成佛 你必定往生 我的成佛 建立在你的往生之上 這個就是第十八願 這個就是第十八願 只有第十八願才有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其他的四十七願 是沒有一個願講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那豈不是阿彌陀佛的生命 建立在我們念佛往生之上 當然 這個迎接 是阿彌陀佛 給眾生往生的功能之一 所以我們往往也都說 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念佛眾生 臨終來迎 以他的功能 來解釋第十八願 不過 第十八願其實是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 是必定往生 是沒有轉折的 是現在就與念佛人 同埋在一起 機發一體 是現在就以來形 不是臨終此來形 觀念法門的這段法語 亦都顯現出 只要清念 彌陀佛明 就是 成靠彌陀的願力 就坐上了彌陀的大願船 這樣要怎麼成 彌陀的願力呢 要怎麼坐上彌陀的大願船呢 只要清念彌陀佛明 善導大師的解釋 鏗鏘游力 簡要明瞭 一目 了然 不是 亦都不會被我們 猜測 懷疑 你代祖師 解釋第十八願 最多的 就是善導大師 其他祖師大德 即使是 有所解釋 亦都不是 好騙要明瞭 被人看了 還必須是 揣摩推測 再來 善導大師 在往生黎站 對第十八願 亦都有一段 法語的解釋 若我成佛 十方眾生 清我名號 下至十星 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 彼佛今宴 在世聖佛 當之本世 寸原不去 寸原不去 眾生清廉 必得皇生 這段法語 總共 四十八個字 將第十八願 以及 第十八願的 成就文 通通都 解釋出來了 讓我們一看 心頭 非常清涼 非常舒服 非常有發起 有安慰 太好了 這樣短短短的幾句 就將 阿彌陀佛的 本願 和願力 都顯然出來了 所以 年輕色字 又是出家中的話 除了 第十八願之外 最好 將善道大師 相述 解釋 第十八願的 這三段法語 滾瓜爛熟 到背如流 這樣背下來 如果年老的年幼 就不用背了 專念彌陀佛命 就可以了 到了極樂世界 一切功能 通通自然顯現 所以 本願 講什麼呢 講清明 獨一無二 其實 整部《無量壽經》 都是在講清明 《無量壽經》 有上下兩卷 上卷 是在講 阿彌陀佛 如何發願修行 講阿彌陀佛 成佛法願的恩 既然 眾生 如何往生 如何成佛 所以 上卷是講 彌陀佛成佛的恩果 下卷 講眾生往生的恩果 而恩該果海 果切恩緣 因此 善道大师观经朔《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宗 为名尊念弥陀名号得生 《无量寿经》下卷讲 诸有众生 问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自心回向 愿生彼国 值得往生 住不退转 意思是说 只要念佛 乃至一念的自心回向 当下就值得往生 当下就据出往生的身份 到了最后的流通文 也都在这里回顾前面所说的 念佛的功能与功德 就说 其有得盟 彼佛名号 欢喜勇约 乃至一念 当知此人 为得大利 之事据足 无上功德 在流通分的地方 释述 释迦牟尼佛 交代 弥勒菩萨 而将这念佛法门 弘传到 弥来世 所以 《无量寿经》一开始 还有中间 直到最后 都在说什么呢 说清明必生 当然 《无量寿经》也有说 第十九月 第二十月 还有三辈 但是那些都是为了要引导 各种根基的人 归入第十八月的 清明念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解说 为得大离无上功德 就只解说念佛 就没有解说第十九月 二十月或者三辈 就只解说第十八月 乃至十念的念佛 才有大离无上的功德 善道大师展示 大禁三辈的子徐就说了 佛说一切众生 根基不同 有上中下 随其根性 佛阶劝尊念 无量寿佛命 其人命欲忠实 佛与圣众 之来迎接 尽得皇生 那么《观无量寿经》 虽然前面很长的经文 都在这里讲十三定观 以及三福九品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引导性的 目的还是要我们慈名念佛 所以经文最后就讲了 佛高阿难 与好慈是语 慈是语者 即是慈无量寿佛命 尊一的 不集的 不退的 来慈无量寿佛命 叫作语好慈是语 慈是语者 即是慈无量寿佛命 并不是《观无量寿佛相》的观想 所以《观无量寿经》的 《归宗结顶》 也在这里讲慈名 和《无量寿经》的意志完全一致的 那阿弥陀经在这里讲什么呢 在这里讲《执持名号》 只有执持名号 才是多善根多福德 要往生极乐世界 如果是没有执持名号的话 就是小善根小福德 不可得生 这样讲起来 阿弥陀经也只讲慈名念佛 是没有讲三学六道万行 其他各中国派大成小成 遣教密教 通通都没有 就是只讲正途中的本愿清明 所以 正途中的正依经典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三经》 《桂文字》不同 《三经》 《桂文字》不同 都能够成上了阿彌陀佛的本愿说 正好中特色的第二句是 凡夫入部 我们众生是圣人还是凡夫呢 都是凡夫 是大凡夫还是小凡夫呢 我们是大凡夫 是博地凡夫 所以有所谓十法界的众生 十法界就是佛法界 菩萨法界 圆角法界 声闻法界 这四种法界是超凡入圣的圣人 再来就是六种法夫的法界 天法界 阿修罗法界 人道的法界 还有地狱 恶鬼 畜生 这三种法界 阿彌陀佛的愿 是以十方众生为对象的 而十方众生之中 需要弥陀救度的 除了已经成佛的佛以外 其他九法界都需要弥陀的救度 一方面 能够离开三界六道轮回 一方面 能够回小向大 也能够快速成就佛道 六道的凡夫 遵守 遵守弥陀救度 尊称弥陀佛命 原生弥陀静土 就能够往生弥陀的静土 而切切底底地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 同时快速成佛 声闻 原觉 是小成 他们如果也都原生极乐世界 就能够回小向大 而且快速成佛 菩萨也都一样的 菩萨有小性有大性 小性就是所谓的三叶 还在十住十行 十回向的果位 大性就是指十地皆位的菩萨 他们如果要快速成佛的话 还是要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文殊菩萨 普现菩萨 他们也都以生作质 求生极乐世界 文殊菩萨愿生计讲 愿我命中时 灭除诸障碍 面见阿弥陀 往生安乐察 这是文殊菩萨发愿往生的愿文 普现菩萨也都和文殊菩萨一样 发愿 他们愿文的文字和内涵 几乎都一样的 普现菩萨发愿解说 愿我临欲命中时 禁除一切诸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即得往生安乐察 他们都是等个菩萨 等个菩萨 尚者想求生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听闻弥陀说法 期盼弥陀 为他们摩顶授记 何况我们凡夫呢 假如我们是没有资格往生就算了 但是能够往生的话 怎样可以不往生呢 文殊菩萨 普现菩萨 就曾经为唐朝的一位正土中的祖师 法兆大师 恩切开示 要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法兆大师经过文殊 普现 恩切开示之后 就专一念佛 他的著作 他的著作 亦都是专门展示 善道大师的教理 古今的祖师 著作思想 比较接近善道大师的 就是唐朝的法照大师 以及近代的印光大师 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说的 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有种种的正土 有所谓四土 就是 凡性同居土 方便有鱼土 十步庄严土 上直江土 这是天台中 对一般正土的分判 也有理性的正土 事相的正土 也有报土 化土 基督律世界 在这些国土当中 是属于报土 这是我们正土中的祖师 善道大师的教理所开展的 一般传统所说的 这四种正土 凡性同居土 方便有鱼土 十步庄严土 上直江土 是这句天台中的教判而说的 不是这句善道大师 善道大师 是没有说四种土 善道大师只有说报土 所以 我们只要 这句本愿所说的 清明念佛 就能够进入 极乐世界的报土 报土和化土 乃至和刚刚所说的四种土 到底是否一样呢 差别是哪里呢 其实是不一样的 而且差别很大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解说 正土中的特色就是 本愿清明 凡夫入部 本愿是指方法 凡夫入部是目的 目标 三藏十二部 每部经典 每个法门 都在这里讲目标和方法 阿弥陀经 前面很长的文字 在这里介绍 叫极乐世界的庄严 指出我们要前往的目标 接下来就说到 他那个目标的方法 《无量寿经》也说出 《无量寿经》也说出 《当之此人》 《唯德大利》 《则是巨足》 《无尚功德》 也说出目标和方法 我们人生也是一样 我们人生的目的在哪里呢 知不知道我们人生有一个目的 要怎样来达成这个目的 生而为人 如果不知道人生的目的 这样就失去了生而为人的 价值和意义 虽然知道人生的目的 不知道到达目的的方法 也同样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因为还要再度论回 所以人生在世 就要有一个一定要完成的目标 以及达成目标的方法 这样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不怕不成佛 不怕不会度众生 就怕不能够往生极乐 一旦往生极乐 一定成就佛道 一定会广度众生 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学佛的目的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出家的目的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有些人将佛法 当作一种哲学 学问来研究 没有将佛法和生死大事结合 也就是没有想到要脱离轮回 但是我们有非常明确 坚确的目的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他们如果不依据 正土中的本愿清明的话 你问他 你能往生吗 很多人都会呆在这里 摇头说 我还是没有把握的 你这么精进 一天念好几晚 这么恩切 为什么会是没有把握的呢 根本的精结就是 因为他不了解本愿法门的道理 因为本愿法门就是清明 清明必往生 只要抓住这个方法 就平生业成了 他认为平生是与临终相对的 所以他会说 我现在还未到临终 我要等临终才能够确定 你再问他 那你临终如何确定呢 他说 我临终能够是没有昏迷 没有病苦 我临终能够念佛 那个时候 我才有把握能够往生 但是 阿弥陀佛是要给我们 现在就有往生的安稳 就能够是没有恐惧的 所以说 一切恐惧为作大安 而且第十八言的成就文也都说 至心回向 愿生彼国的话 就值得往生 而住不退转的 这个都在这里显示 不是等临终的时候 才肯定往生之业成就 是平生 现在就往生成就了 我们现在信受弥陀救度 从现在开始就专念弥陀佛命 愿生结落世界永不改变 这样就已经坐在他的大远船上面 阿弥陀佛的光明就摄取不舍 一直到临终 那豈不是现在就已经往生有份的吗 而且是必定性的 肯定性的 决定性的 所以我们这个法门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平生业成 一个人如果愿生极囊 修学正土法门 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平生业成 不敢肯定自己是平生业成的 表示他还是不了解 阿弥陀佛的本愿 因为第十八月明明就说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如果你愿生正土 尊念弥陀佛命 但是还是不能够往生 那阿弥陀佛 起不是在打妄语吗 他成佛的这个广场舌相 起不是要收回来吗 他起不是不能够成佛 佛是不打妄语的 佛语是真实不虚偽的 不颠倒的 他既然成佛的话 我们依他第十八月所说的 愿生极乐 专称弥陀佛命 必定往生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他已经成佛 所以善露大师就解释说 比佛今宴在世升佛 当之本世从缘不去 众生清念必得往生 我们众生 不管是圣人还是凡夫 不管是善人还是恶人 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 不管是心清静还是不清静 只要这样的众生清念 就必得往生 这个必是百分之百的 现在我们专称弥陀佛命 原生弥陀淨土 这样将来必定往生 弥陀淨土 既然将来必定往生 豈不是往生之业已经成就了吗 所以叫做平生业成 接下来 现生不退 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不退转菩萨 都是等觉菩萨 就好像阿弥陀经所说的 众生生者皆是阿皮拔至 其中多有一生寶处 其实往生都是一生寶处的 但是说明的时候 必须有次第这样讲 所以先讲不退转 然后再讲多有一生寶处 因为一旦往生极乐世界 立刻就进入等觉阶位 当然是不退转 就好像往生极乐世界 就没有六道轮回 没有分断的生死 没有变异的生死 没有四虎八虎 这样当然一定是没有三恶道 为什么经文还要再讲 没有三恶道呢 因为详细地 有层次地来讲 如果不善于读经文的话 就会认为只是没有三恶道意义 其他的还是另当别论 或者只是不退转而已 等觉阶位还是要另当别论 这样就没有融会贯通了 那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不退转的菩萨的身份 是必须等到往生极乐世界才获得的 还是现在上面往生就获得的呢 是现身不退 还在娑婆 就预先获得了不退转的身份 因为必定往生 而往生必定是不退的 所以从因来说果 在因地的时候就说这个果报的说话 现在就已经是不退了 现在就已经是无量寿了 因此 我们这个法门的特色就是 本愿清明 凡夫入报 平生业性 现身不退 现身不退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南无阿弥陀佛 《遇到沙满了》 《沙满了》 《遇到沙满了》 《遇到沙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